對方是下拉清單自動帶這個過來 因為這個儲存格是根據他的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要寫成VBA的話 前面有一個事件驅動 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他的工作表 就銷貨單的工作表物件 當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只要有一個Change Change哪一個呢 當哪一個Change 當這一個 有沒有所以我們前面有寫過嗎 If 哪一個呢 Target Target有沒有 點Address Address如果是什麼呢 1 2的儲存格 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判斷裡面的東西 再去做後續的丟公式也可以啦 產生資料也可以 也一樣可以用VBA寫 只是說當然 有的時候如果說用函數寫已經很簡單 那就用函數寫就好了 沒事的話真的不要把事情弄得複雜 真的有時候 有同學問說 那什麼時候該用什麼方法 其實 你 如果覺得很 簡單的地方 那你就有函數就好了 說真的 沒有一定要全部叫你用VBA 對不對 有些地方 明明很簡單 你幹嘛把它弄得複雜 但是明明很複雜 你也不要用很簡單的方法 是處理不來的 所以這東西當然有 有的時候其實你要去衡量 那怎麼衡量 就是你要對於那些 各種的方法都要很熟練 因為如果你不熟的話 有些地方即便很簡單 你也是弄不出來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當然有一些 可能還是要去調配的部分 好那剛剛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向下拉 找到哪一個客戶 自動帶 然後哪一些東西 自動帶出 他的小計 那小計完之後呢 全部的金額 我要把它加總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全部的金額呢 我可以 再到 銷售總額 怎麼樣 插入一個SUM函數 或者你可以在常用裡面 這邊有一個Sigma 其實Sigma 把這個範圍 不管有沒有 反正全部幫我加起來 打個勾就可以了 SUM一下 這個就是你 全部 的訂單的金額 那如果呢 我接下來希望怎麼樣 保護資料的話 不過其實剛剛的部分的話 在雲端上應該 都有 都有步驟啦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 參考一下 剛剛從上到下 Today 然後這個是 第一種方法 後來我把它改成 那個 Workday 避開六日 Holiday是沒講到的 不過Holiday 你們可以自己在做 然後客戶部分 序號部分這邊有公式 再來就是商品 小計 OK 然後 小計部分的話 再來就保護工作表 那保護工作表基本上呢 我們 特別注意 只有 4個區域是 不保護 其他都保護 而且其他部分 也把公式隱藏就對了 反正我就保護 就這4個地方 所以這4地方怎麼做 才能不保護 特別注意 1 把全部全選 然後全選之後 確定一件事情 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全選之後的話 先確定 保護部分 我全部保護 也全部隱藏 第1步就是 先做這個 先確定一下 全選 特別注意 全選 按確定 第2步 怎麼樣呢 把 我不保護的這2個 4個地方 這2個是 單號跟 客戶 然後還有 按 然後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反正就是 這幾個區塊 你就是 把這幾個 不保護 不保護的話 當然你就是 就是直接一樣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針對 這4個區域做 不鎖定 因為不鎖定就是 他 可以輸入資料 因為 只有這幾個可以輸入 其他就是 自動帶出 如果自動帶出的話 反正他可以 可以讓你 輸入資料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教育裡面 把它保護工作表 輸入一個密碼 這樣的話我們試一下 當然應該不影響功能吧 我看一下 應該 OK 有沒有 所以變動呢 在背後OK的 但VBA就不OK VBA你可能要用 我們之前講的 先把它 unprotected 再protected 所以相調起來 好像用 這個方法簡單 因為 用VBA真的要做蠻多事情的 OK 所以好像用公式 對不對 而且看不到 隱藏起來了 所以 一般的使用者根本也搞不清楚 到底你是用什麼寫的 但我們就選擇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案 把它隱藏起來 對不對 然後他如果要變更日期 到貨日期 不行 不能改 OK 你哪一天到就哪一天到 你不能說 我讓你提早到 或延後到 不可能 那這邊的話 可不可以下拉 這邊可以下拉 那我要改電話呢 也不行 然後商品這些 這個也不行 除非說你要delete掉 這個 他其他就跟著改了 不過他delete掉這個數量的話 應該也要跟著delete才對 這個 再修正 這個有個功能上面 可能不完善 所以這邊 是不是也要 數量 在自己帶 不過這個可能再想想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做完之後 也有個小器 小器這邊公司也當然都隱藏起來 接下來的話呢隱藏之後我希望旁邊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可以幫我做什麼事呢 我這個地方其實做的比較簡單 我直接把 1 2 3 然後4 5 6 7 7個 8個 寫到哪裡呢 寫到消火明細 那剛好呢 這邊就 A B C 一直到H 總共有8欄 然後幫我寫過去之後 再把這邊的資料呢清空 清空意思是這邊不要了 這邊不要顯示 這邊也不要顯示 然後又 這邊也不要 這邊 不 這邊如果清空這邊應該也清空了 這邊也清空了 因為這是連鎖的 然後這邊也清空了 然後普通鍵這邊也清空 單號不是清空單號是 把它 加了1之後 再寫回去 邏輯它還是這樣子 可是要怎麼做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剛剛應該 保護應該比較簡單 只是新增資料這部分 怎麼做呢 我們試一下 因為這個應該是寫好了 按下去 有沒有 OK了 不過這個地方我好像少寫那個 Explank判斷 不過這個 再改一下 那你會發現清空了之後呢 這邊的話 單號本來是7 自動幫我加1 那資料跑哪裡去呢 跑到銷貨明細這邊來了 你會幫你17 這邊又一筆了 OK 我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只是要怎麼做而已 我再做一個給各位看 打1 先選普通鍵 那哪一個客戶 打電話 004的客戶 他買什麼 他買這個 買這一個 買幾個 三個 買五個 這都OK了 然後 新增 18號 你會發現 消貨明細裡面有沒有 有了 18 幫我過來 那可是呢 你想說這樣怎麼做 這個其實 並不會太複雜 你不要把它想得很複雜 但是這邊會有個問題 因為他們是在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 跨工作表的部分 特別注意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按下新增資料的話 你要思考就是 我是要把資料 轉移到 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可能需要先知道幾件事 1 我要先知道 消貨明細目前向下追蹤到 的列在哪一列 因為呢 我知道之後我就可以 將來寫過來的話 就在寫在他這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是加1比較好了 可是問題喔 我現在游標是在這一邊 但是我要再知道這一邊的 向下追蹤你要加上 序執物件喔 序執物件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 的 哪一個 Range 向下追蹤 所以特別重要 需要 多增加 知道一個叫序執物件 SH EET的 這個我們應該有用過了 加S 掛5之後的話呢 雙引號告訴他消貨明細 把消貨明細放在雙引號裡面 點下去後面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切過去那個工作表的 比如說哪個儲存格 那再來的話我需要做什麼 就是 再來就是把資料給帶過去 帶過去的方法 我大概先 第一個就先知道他的最下滅列 第二個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在把 這裡面的資料 就是 A放在 這邊消貨明細的A 這個放 B 放 放 C A B C D E F G H H 那總共的話這邊消貨明細會有 八個欄位 那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以目前這個工作表為主 如果我要放過去那邊的話 那 我就要加那個敘述物件的名稱 剛剛說我要放到那邊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城市怎麼撰寫 我這邊 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城市不複雜 以前 很多地方都有寫過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有 四個步驟 所以呢我會先 在每一個 城市的上面 先加上註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判斷要寫在哪一列 那我剛剛講過 因為我要寫過去的是那個 消貨明細那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然我們以前寫法是 去此A2向下追蹤 那特別注意如果說 有一種情況 假設消貨明細裡面 完全空的 就像這樣子 那我應該要從第幾列開始呢 第二列開始 但如果說已經有東西 那我就向下追蹤 所以被注意喔 這邊會多一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的話呢 就是 如果 消貨明細內工作表 的 A2 假如是空的 那我的 R 就是2 意思是從第二列開始 幫我輸入 反之的話呢 那個R就是 向下追蹤 有沒有 我從A1向下追蹤 加1 但是因為是在 消貨明細的工作表 所以呢我加上 消貨明細的 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很重要 特別是以後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請務必記得 一定要加上消貨明細 那接下來的話我是把什麼呢 把我現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邊這個是 B2儲存格 這個是 E2儲存格 這個是 區2儲存格 那我要搬過去的話 我前面講過 後面的東西搬到前面 還記得喔 後面的東西搬 所以呢我現在這個工作表 放後面 前面不用加物件名稱 為什麼因為 你 自己本身不用嘛 不用說喔 我現在在 什麼 台北市的大安區這邊 你叫大安區就好了 你 或者你直接乾脆講 我在和平東路上面就好了 對因為 你已經知道 在這裡了 你就不用再加什麼台北市了 那 如果你當然跨縣市的 不過新北 你就要講新北 不然的話搞不清楚 所以丟到他的A欄 哪一個A欄 就是他的R列的A欄 在哪一個工作表 在這工作表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喔 有沒有 B2 D2 G2 所以喔 基本上我的寫法這樣 我會先寫一個 然後呢 上面有註解 就再貼 有沒有 寫好一個貼 ABCDEH 這個比較簡單 後面的話呢 就是根據這邊有沒有 就是把他的那個位置 B2 D2 G2 然後呢 這邊是B3 這邊是C3 然後 G3 一直類推 一個一個的幫我 把它寫上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第二個 把資料輸出過去了 所以 基本上完成到這裡 那我資料就搬過去 但是舊資料還在 還在 所以我需要什麼 把 不需要的資料給清空 那清空要從哪邊清空呢 其實我剛剛講過 其實只要清空四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但是特別注意喔 B2這個先不要清空 因為如果你B2 單號如果清空的話 那將來你要把它加1有問題 因為你清空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要把19加1 寫回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清空資料請你先不要把單號清空 我只要清空幾個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清空這個 所以這個Range B3等於空的 OK 這個的話呢 是Range 1 2 等於空的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 前面寫過 再來的話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清空的話 特別是喔 如果你是範圍清空的話呢 你就不要用等於空的 你用什麼 點ClearContents 所以這邊的話是 B7到B16 F7到F16 用一個呢 敘述叫什麼 點ClearContents就可以 所以這邊是 B312等於空的 那如果是一個範圍的話 你就點什麼 點Clear 打一個C 然後就出現了 ClearContents 這邊就有了 意思就是 裡面只要清空喔 所以特別重要清空 如果是一個儲存格 你就是 等於空的 那如果是一個範圍的話呢 記得就點ClearContents 然後就把 這一些範圍 跟 這些範圍 清空 清空完之後的話呢 把單號 記得喔 加1之後寫回去喔 那特別注意喔 後面是加1 寫回去 所以喔 加1寫回去 就這樣寫喔 OK應該可以看懂吧 前面好像我們有那個 K等於K加1 不是也是這樣寫 那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反正做完之後 再把它按 這個中斷一下好了 這個填完之後 最後假如說呢 我要把資料寫過去按新增 那因為我有 這個中斷點 我們按 慢慢來看 就是竹簧來看好了 1我按F3 跟F8 因為呢 因為呢 在這邊的 那個什麼呢 他的A2裡面有資料 所以他會 返還回來 就是說 這邊有資料 所以這個 那R等於多少呢 R就幫我追蹤 17 他追蹤到了 鄉下追蹤17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把資料搬過去 所以基本上 你會發現呢 這邊呢 目前資料空的 特別注意喔 你在中斷模式的時候 你不要切過去 因為 切過去的時候變成 他那邊為主了 所以這邊資料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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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丟過去 好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需要貨密系 這邊就是剛剛的17筆 但是 這邊的資料還沒清空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邊的資料 F8 這個B3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B3清空 清空這個旁邊的 其他的資料也會跟著清空 再來的話呢 是12清空 所以這個清空之後的話呢 這邊也清空 不過這個可能等一下改一下 也判斷他是空的 然後 這個範圍清空 所以這邊編號清空了 再來的話呢 是這邊數量也清空 OK 他就clear content 再來的話 目前是19 所以他會怎麼樣 把19搬過來之後 加了1之後 特別說這可能要慢慢洗吧 19 加了1 變多少 20 寫回去 他原來裡面是19 蓋掉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所以按F8 給各位看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現在 就變成20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因為有時候 以前講的就直接 跳過去了 就結束了 腦筋裡面就很多 問號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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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已經講的 應該算是細的啦 只是說你最好 回去一定要從頭到尾 自己要把它再弄多一遍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程式碼 都在 雲端上面 但是這邊可能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可是老師 我們單號通常不是數字喔 可能是什麼 A B C 可能是 日期加一個 數字 或者邊什麼 一定是英文字 加一個 數字 那假如說是那種情況的話 應該怎麼辦 比如說我先把它取消保護好了 假設啦 我們的單號是 類似像 S 00這樣子 OK 假設啦 一般可能就是 一個英文 在前面 或兩個 三個都無所謂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讓他單號加1 那這個地方當然如果 我現在 如果用剛剛的方法 做過一遍的話 你會發現 最後這一步會卡住 為什麼會卡住呢 因為你把 S0020 加1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文字你把它加1 它就出錯啦 所以如果按新增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會卡在哪裡呢 卡在最後這一欄 增錯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呢 你的這個 不能加1啊 加減只能用在 數字上面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 有文字 就是英文 也有數字 那你必須怎麼樣呢 把它 分開來 再來處理 所以你必須 扛掉 前面是文字 後面是數字 你就把它分開來 把後面的加了 1之後 再去跟前面串 就OK 所以這個當然 可以給各位思考一下 假如啦 這個後面延伸 因為剛好同學 我本來是只是一個數字 講完之後同學說 老師這個 好像又不 又會有一些變數 編號好像平常沒那麼 簡單 那怎麼辦 也許可以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那個剛剛的這一段 城市碼雲端上也有 因為 可能如果 從頭自己要重打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打打看 如果不行的話 可以先參考一下雲端的部分 這個範例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因為蠻多同學 直接拿這個消貨單 用在自己工作上面 聽同學的反應 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工作裡面 其實蠻多地方 都需要 做一些自動化輸入 但我們前面是講過用表單 可是如果你 不想用表單 因為表單還要再畫一個畫面 還要再放很多東西 好像對同學有點 複雜一點麻煩 而且在 表單裡面 真的也完完全全只能用VBA 不能夠用到 Excel的函數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想用表單 你想用簡單一點的 用這一招就可以 OK 可以試試看好了 這一招也可以 用來 暫時取代 表單的作用 不過相對 然後用表單感覺比較專業一點 如果你專業要 付出很多代價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實事求是 不是說只是好像一定要把 程式 學得 多麼困難的東西 最後自己還不會用 或者是用得很痛苦 導播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折衷的方案 就是利用 利用Excel的工作表 來當程式輸入的那個介面 所以剛剛這個消貨單實際上就是一個輸入介面 儲存資料的話 就是存在消貨明細裏面 OK 請各位試一下 來吧 來吧 你以後 來吧 我不想 代表 為主要 讓我 為主要